很多80后90后呢 今天早上打开微信的朋友圈啊 就被一首歌刷屏了 那就是周杰伦的《说好不哭》 截至今天早晨7点钟 新歌上线才8个小时 这首单曲在QQ音乐 酷我音乐 酷狗音乐三个音乐平台上 总销售量已经突破了440万 销售额也突破了1320万元 而在今天早上7点13分 仅仅是QQ音乐上的销售量 就已经突破了400万了 而且更加厉害的是呢 周杰伦新歌上线之后 每股腾讯音乐盘中直接拉高 转跌为涨 暴收13.91美元 涨幅达到了1.24% 继周杰伦的中老年粉丝 微博霸网之后 截谜再次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昨天新歌刚刚上线 QQ音乐服务器就崩了 很多人光进入歌曲详情页 就要等上好几分钟 单曲销售量瞬间突破百万 也难怪截谜如此疯狂 因为距离周杰伦上次推出专辑 周杰伦的床编故事 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 离上次推出新歌 不爱我就拉倒 也已过去了一年有余 为这首说好不哭 典词的是周杰伦的黄金搭档 方文山 新歌主题围绕成全和约定 以钢琴弦乐编织出一个 凄美的爱情故事 令人惊喜的是 在歌曲的后半段中 还出现了五月天主唱 阿信的合唱声音 这两位经常在社交网站上 互动的大儿童 终于在这首歌中达成了合作 而最令广大歌迷泪目的是 在新歌的MV中有一幕 女主与男主戳联打招呼 与十二年前周杰伦的电影 《不能说的秘密》遥相呼应 难怪有歌迷要说 听完说好不哭 我们却哭了 周杰伦新歌上线 更引发了一波集体怀旧 有网友说 整首歌曲宛如一幅画卷 以青春为底色 调怀旧为配料 就在你眼前栩栩展开 好像又看到了 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为爱奋不顾身 为梦勇往直前 或许现在陪你听 说好不哭的人 早已不是十二年前 陪你听 《不能说的秘密》的人 可周杰伦仍然是那个周杰伦